羅斯好 你好 慢點啊 趕快換個位子 叔叔您坐這邊 讓阿姨坐這邊 三號女嘉賓 馬蘭香 67歲 北京人 李婦聯主任退休 我是順義的 你是北京順義 是順義的 一片的 我也順義 順義的 對 從她的外型啊 在年齡啊 都還比較相當 關鍵是她們都還是一個地方的人 好像是 那談起順義的都方便 我聽著說 說一女的 說交一朋友 說登記啊 她簽她名 她不敢 那肯定不敢 你是法盲 就寫她名 你完了以後 原有財產 法律也會判 你不給她 那法律原有財產也是你的 登記上那個名字 寫在人家的名字上了 就相當於你要給人家一半了 聽明白了嗎 現在要給 給不給是她的問題 那不是 那寫上名可就給了 人家是要求她更名的 就要求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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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也沒有她要 要換我 我一分錢不要 我不能忘本 我父親就幹活 所以您覺得如果在 未來老伴的房產證上 加上您自己的名字 就怎麼忘本了 不 我 她能問 我自己 我有房子 我也不要了 給我兒子 您自己都不要了 有房子 那您現在住哪兒呢 住兒子 住兒子 跟兒子可能不住哪兒 那個阿姨問一下 您如果找未來的老伴 去到他們家生活去了 因為你自己沒房子 只能去他那邊生活 是吧 對 修和我住 但是就一天修和我住 只要住就行 那如果萬一萬一 您之後的這個老伴 可能走在您前邊了 那會您怎麼辦 您想過嗎 沒說我弟弟還給我房子 還有 我怕 我啥我也不怕 反正咱有地兒住 只有想不到的 能解決這問題 是吧 對 阿姨覺得舒服怎麼樣 沒有 我出演員上不行 你上來說了幾句話 從我的一聽 這個語言 所以說就 哪幾句話 哪幾句話 我覺得您可能 是不是有什麼誤解 這個 我覺得您現在 就這麼放棄 蠻可惜 您是不是您剛才 聽了哪句話 您覺得 對 沒有達到您的心裡面 說那女的 把字寫上 就說 那什麼 說把財產 好像她得扒一半的 沒有肚量 覺得她沒肚量 是嗎 對 就不願意買房子給人一半 對對對 我要是 情願說我走得好 我就要她了 你要我啥我就給她 真能跟你 從半戶共中遠 走完最後的後半生 我房子是我的房子 寫她名下 能不能叫她的名字 不需要 也是不接受加的 不可能的 她那不是找麻煩嗎 這個姐姐 您這有點雙標 您說我是一個 四十多人黨員的人 所以我不要人家的東西 說不定素質高 那怎麼反過來 就好像認為 你不給人家 你就素質低 是吧 對 那這位女士如果來了以後 就想要房子 您覺得也不太對吧 您說呢 沒有房子就不行 您覺得這是愛情嗎 當然我會看 這樣的話 咱們要讓書會先回關 她去休息一下 好 好 那你啊 好 好 好 謝謝 谢谢大家